这个女生名字叫做黄韵依 她的身高只有1米35 可是她却长相貌美 被粉丝称为最美秀真人 初中就辍学的她没有文化没有学历 但是为何能够年入百万 她经历了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一说黄韵依的故事 点个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黄韵依来自广东的一个小农村 1991年出生的她也是一个标准的90后 黄韵依的家庭有些特殊 因为当地的风俗影响 黄韵依的父母都是非常重男轻女的人 黄韵依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当初黄韵依出生的时候 家里人都以为是一个男孩 但是黄韵依偏偏不是 所以出生那天黄韵依的父母就非常不开心 一直渴望有个儿子的黄韵依父母 后来就给黄韵依再生了一个弟弟 黄韵依可以说是家里孩子里面的